大乘起信论 和尚祢是非 诸位法师 诸位基士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 第22面 诚二是本结义 那么法障大师 在注解本论的时候 那么把本论的修学宗旨 把它归纳成说 主要的就是要我们对大乘法 升起信解行政 四种的功德 那么 什么是大乘法呢 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众生的 现前一念心性 因为广大的 使法界的 因言果报的 延起法 都是我们一念心所变现 所以众生的心呢 就是大乘法 那么大乘法应该如何建立信心呢 那么从本论的开导啊 就是我们在凡夫的时候啊 对我们这一念打妄想的心啊 只要你能够相信你这一念心啊 记住体相用三大 就是我们平常这一念明了分别的心事啊 它是本来亲近 而且这个亲近的本性呢 记住无量无边的功德 而这样的功德 而这样的功德 一旦被启发出来 能够生起种种自利利他的妙用 就是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呢 就应该相信我们这一念心啊 记住了体大向大用大 这个是我们刚开始的一个大乘信心 在教官刚中说啊 什么叫大乘信心呢 简单的说就是 养信真如佛信 在凡不减 在胜不争 心佛众生生无差别 所以广大的菩萨道呢 他整个断恶修善度众生的 整个功德呢 就依止这个心佛众生生无差别的一个信心啊 开始发动出来 这就是我们在整个大乘的修学当中 所要建立的第一个功德 所谓的建立大乘的真实信心 那么有了信心以后呢 我们进一步呢 要对大乘升起解的功德 这个解呢 就是能够对生命升起正确的观照 那么应该怎么样去观照我们的生命的现象呢 那么本论讲到一心有恶门 就是说呢 我们刚开始可以从甲入空 观察我们这一念明了的心性 有时候起善念 有时候起恶念 但是这个善恶的念头都是因人所生法 那么从本性的观察呢 他的体性是毕竟空极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心呢 就能够安住在清净平等的法界 所谓的一真法界 在这个法界当中呢 是不生不灭 不够不净 不生不减 离开种种的对待 他是一种整体的生命 那么当我们从一个清净平等的法界 在从空出甲 这个时候我们观察 这个清净的心性 他会受种种业力的欣喜 那么就出现了所谓的生命门 那么由于我们的心当中有觉 跟不觉的两种差别 那么当我们是随顺于觉悟的功能 那么就启动了 四圣法界的安乐国报 当我们内心当中呢 是随顺于不觉 这个时候所启动呢 就是六凡的痛苦国报 所以这个生命门呢 就是一种染尽苦乐 一种对待性的个体生命 那么这种生命现象呢 都是生命门所收舍 那么当我们能够同时看到生命的 绝代言容的本性 也能够看到生命的个体的相貌 那么你能够透过一心二门的观察 你就能够正确而不颠倒的 了解到生命的全体的相貌 那么这就是成就大乘的解的功德 那么现在我们这一刻呢 是讲到生命门 那么生命门当然在本论当中呢 主要是意思阿拉野为整个生命的根源 那么阿拉野是当中有觉跟不觉 那么在觉当中呢 有始觉跟本觉 前面我们已经把这个始觉 有四种的相貌都说过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讲到这个本觉 它的相貌 那么在当中分两颗 那么四亿呢先标出 两种本觉的相貌 我们看入文 复制本觉随软分别 生两种相 以彼本觉不相舍离 迎合为二 一者自尽相 二者不失一叶相 那么这个本觉的相貌呢 在法当大师的注解当中呢 它是分成两种相貌 第一个呢叫做随软本觉 就是随顺掌污以后呢 那么产生对质而恢复清静的本觉 叫随软本觉 那么第二个呢叫性静本觉 这个性静呢就是本性 它既足清静的本觉 有两种 一个是随软本觉 一个是性静本觉 那么在第一课里面呢 它是先讲到这个随软本觉 好 那么复赐本觉随软分别 生两种相 那么这个本觉呢 它随乎随顺掌污的因缘以后呢 它产生一种对质的功能以后呢 它会生起两种的功德相 那么这两种功德相呢 跟本觉的体系呢 是不相舍离的 那么这段我们说明一下 在天台中讲到觉啊 它是分成三种 就是死结本觉跟究竟结 那么当死结跟本结合合以后呢 天台中是按理做究竟觉 但是本论呢 它是比较原始的论点 所以它的名相案例就比较简要 所以本论当中是按理死结跟本觉 所以这个地方的随软本觉呢 事实上就是本觉经过死结的欣喜以后 所产生的究竟觉 这个地方的意义跟天台中的究竟觉是相同的 那么这个本觉经过环境以后呢 它会产生两种相貌 第一个呢 是自尽相 二者不实义业相 这个自尽相啊 是一种自受用的功德 就是根据这个根本无分别致 我空法空的智慧呢 所成就的一种自受用的功德 叫自尽性相 那么二者不实义业相 这个不实义业相是成就他受用的功德 是这个后德有分别致 就是菩萨呢 那么从空出甲以后呢 依止他的善巧方便 那么来广泛的使令众生 生起种种的善根 成就一种他受用的功德 这个叫不实义业相 所以这个本诀啊 当他被启动以后 所产生的一个自受用 跟他受用 两种的相貌 这个是把这个 随然本诀啊 他这两种的亲近的功德相 先标出来 那么这以下呢 四二再详细的解释 他的内涵 四二相 那么四二相当中我们分两颗 先看物一的自尽相 再看 先看第一颗自尽相 再看第二段是讲 不实义业相 先看自尽相 那么自尽相当中又分两颗 为一呢 是四相 先指出这个自尽相的一个相貌 好 我们看论文 自尽相则为义法利欣喜 如实修行 满足方便故 破何何时免相细心相 显现法身至纯净故 那么这个自尽相呢 是一种自尽用的功德 他怎么成就呢 是刚开始依法利的欣喜 那么当然这个法利的欣喜 就是一种使节智慧的观照力了 应该记住来说 是依止三宝利的欣喜 那么三宝当中的主要依止法 就是诸佛菩萨所开导的这些教法 那么我们依止教法呢 而生起观照 依教起观呢 那么如实的在心中呢 一次一次的去修行这个观照力啊 那么满足方便 那么这个满足方便呢 就是成就一种对峙妄想的方便力 叫做满足方便 那么成就对峙妄想的方便呢 这以下讲出两个内涵 第一个呢是破和和式 第二个是灭相细性 这一段的开示是整个大圣启信论的一个 下手的一个主要的修行内涵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解释 那么这个破和和式啊 在欧伊大师的注解当中呢 这个和和式就是破阿赖也式了 破除阿赖也式的这种生灭的颠倒向 这个是比较维系的 那么灭相细性呢 是破除这个前期转世的这个染污的现象 一个是破阿赖也式 一个是破前期转世 那么从修学的次第上来说呢 我们刚开始是要灭相细性 那么灭相细性呢 主要呢是一种持戒跟修定 就是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 你要能够持戒清净 因为啊 这个罪业啊 它的体现是躁动的 就是你要是造的这个杀到遗忘的罪业啊 你的心就会不安稳 不安稳的时候你要修禅定修智慧啊 就构成一种障碍 反过来我们修善业 那么这个善业的体性是极尽的 所以你一个善业强的人啊 他的身心世界啊 特别的极尽 安乐 那么能够对你未来的指观呢 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所以我们在面相细性的时候 刚开始是要以持戒做基础 那么在持戒基础的情况之下呢 修习这个止 来止住我们的妄想 那么修止呢 你应该要先有一个所言进 就是你心中要安立一个法宝 来安住你的内心 那么站在净土中的角度呢 主要是以佛号为一个所言进 所以你刚开始要对佛号修规一 你应该要对你心中的法宝啊 这个万德红明的佛号 你要观想说啊 你相信你是业力凡夫 你决定不能障自立断货专身 你自己没有力量来出离三戒 第二个你相信阿弥陀佛有大悲艳丽 他决定有能力救拔你 这个时候呢 你对心中的佛号会生起一个 一心归命通生靠岛的一种不共的归 那么有这样的一个信心以后呢 这个时候你就正式可以休止了 你就强迫你自己的心啊 心里佛号专一安住 心里佛号相续安住 那么大家刚开始啊 是要勉强 不能念要他念 不能专要他专 妄想不能断要他断 那么你的佛号在你一次一次的专注的训练之下 他的力量就慢慢的增长广大 那么平常啊 在极尽处的时候先建立佛号的力量 等到烦恼佛动的时候呢 落后妄念一起 当下就要叫他消灭 这个时候你用佛号的力量来调伏你的妄想 或者说用佛号来取代你的妄想 转念念佛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灭相续性 当然刚开始是灭恶念的相续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开始的修学 就透过持续修定 来调伏我们的现行的烦恼 那么进一步呢 我们就可以破何何事 那么破何何事就是说呢 在慈戒修定的基础的心中呢 你的心呢 从前面的粗糙的相貌呢 那么达到了一种明了又极尽的状态 在这个时候你的关照力就现前 你关照你这念明了的心性呢 使因言所生法 我说句实空 密信了不可得 这个时候我们就成为一种 有所得的生灭心呢 就达到一种 不生不灭的心性的意境里面去了 这个时候心中就没有所谓的 人所的分别了 人所双亡 诸相伯德 这个时候呢 我们在这样子修的时候呢 我们的阿拉耶士的生灭相 就一次一次的被我们对峙 我们的心就从生灭相 就慢慢的慢慢的趋向于真如门 这就是所谓的一方面 刚开始是灭相续性 那么进一步呢 破合合式 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满足方便 这个满足就是成就了 成就一种对治无名的方便 那么经过我们的破合合式跟灭相续性以后呢 有什么样的功德出现呢 显现法身 这个是大圣法不供于小称的地方 小圣法修习空观以后呢 他的功德像是一种灰身明治 那么大圣法在对治妄想以后是转世成治 他那个时候有一种清净的明了的法身现前 那么这样的一个清净法身呢 我们安利做自存静 叫做自静相 因为他的智慧啊 是离开的杂染 特别的清净 叫自存静相 或者叫自静相 这个自静相是我们在刚开始修学佛法所要用功的一个自受用功德了 这个我们讲到生命门啊 当然讲到生命门就是有所谓的阴言果报了 那么阴言果报我们就不能够去忽略所谓的业力的阴言 我们内心当中有善业也有罪业 所以我们刚开始就所谓的忏悔业障积极知了 但这个忏悔业障啊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什么叫忏悔业障啊 很多人一直不明白 从大圣的角度啊 这个罪业啊 是由心所生 那么也是由心来改造这个罪业 说是罪从兴起将兴灿 心若灭死罪一亡 就是说我们想要消灭我们的罪障啊 你刚开始要知道这个罪障是什么生起的 就为什么会有罪障呢 你把这个罪障的源头抓出来 说是罪从兴起将兴灿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身口恶业是个工具 他是不能造业 就是主要的根源是心中的颠倒 烦恼才驱动身口去造业 所以这个心啊 是罪业的一个主导者 所以你在忏悔的时候 你要灭的是你心念的这个相续 恶念的相续 所以当你透过所谓的 破何何事灭向续心啊 心若灭死罪一亡 当你的恶念消灭的时候 那么你的罪障才正式的消灭 就是你的心跟掌握的境界接触的时候 你内心当中已经产生一种对峙力 你以前 有一种要去随顺于颠倒的信念被你消灭的 这个时候你的罪障才正式消灭 好 在这个龙苏净土文啊 讲到一个公案啊 说是在宋朝 宋朝有一个居士叫吴琼居士 口天吴 这个穷呢 是左边一个王志旁 那么右边一个北金的金 吴琼居士 这个居士呢 他从小是生长一个很贫穷的家庭 那么在贫穷的因言当中呢 就只好出家修行去了 那么在过去的丛林 丛林当中呢 他是负责做点座了 在厨房里面工作 那么丛林很多人住了 所以这个典座的工作也非常的辛苦了 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了辛苦呢 他就还俗去了 还俗以后啊 就到菜市场去做一些 卖鸡 卖鸭 当然卖的话就知道会杀生了 做这个 把这个鸡啊买过来以后啊 杀死以后啊 切成小块就卖出去 那么因为照杀验的关系啊 没多久啊 他的眼睛呢 就长一个肿瘤 像一个鸡蛋这么大的肿瘤 那么当然有善根的人跟没有善根呢 有有有有有差别的啊 就是有善根的人啊 他遇到恶因言的刺激啊 他的善根的关照就现前 他知道这件事情呢 是一个罪业的一个花报 果报在上二道 但是这个果报要出现之前呢 先开个花 这个时候他起大恐怖啊 那么这个恐怖性就升起惭愧性了 那么就赶快把这个工作就停掉啊 就找一次在家里面呢 就说是忏悔恋佛 那么他一方面修忏 一方面恋佛 在这个文中来看啊 是练了一年还是练了三年 这个时间不是练了很久 那么念一段时间以后呢 他有一天就跟隔壁的邻居说啊 我要往生极乐世界了 希望你们来帮我助念一段时间 那么邻居就为他助念啊 那么这个时候到念了一段时间以后啊 他就说佛来也 他看到阿弥陀佛现前 清净光明的佛陀现前 那么就在大众的这个念佛声中呢 安然的作画了 好 那么这个无穷居是在农书净土里面的记载啊 我们可以从这个公案啊 来理解这个罪业的一个生起 跟罪业改变的一个相貌 就刚开始他一念的不觉 启动一念的不觉 罪从兴起 当然造的杀业 因为他心中要不颠倒 他不可能去做这种事情 没有人强迫他 是他自己要做的 那么当然 以不觉的阴言当然启动了罪业 那么后来这个罪业要起现行之前啊 他马上神取观照 观照力现前 那么自成的忏悔 这个时候呢 一方面忏悔 一方面培养他心中的一个 觉悟的观照 那么当然觉悟是一种真实功德 那么不觉是虚光的相貌 所以他能够以光明来破除黑暗 所以他从前面的颠倒的心事 经过他的忏悔修复 念佛以后啊 已经变成一种绝照的功能 而跟弥陀感应道教 所以呢 以其说啊 改造业力啊 倒不如说是改造我们的信念 因为 你要是不从信念改造啊 心外求法 那么无量无边的业力 你怎么改造呢 你像这个基督教 基督教有他一个殊胜处 但是他对业力的改造啊 这个观念不正确 你说你造了罪业 你只要把这个罪业啊 向上帝发露 那么上帝就能够带你受罪 你的罪业就得到救赎 大圣佛法是不同意这个观念的 你只是把罪业发露 但是你对这个罪业没有产生一种对峙力 你的罪业是没有消灭的 你会继续造罪业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在研究本论的时候要注意啊 破合合是灭相续性 特别是刚开始啊 先修这个灭相续性 最重兴起江心灿 信若灭死罪与王 就是你心中的这个法宝 最基本的要能够调伏你的烦恼的现行 那么进一步呢 再去对峙你内心深处的那个 维系的无名颠倒 就是破合而死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佛堂当中的 一个自受用的一个智力的功德 再看为二四成 前面是说出他的一个相貌 这以下呢说这个因言是怎么成就的呢 解释这个成就的因言 看诺文 此意因何以一切心事之相皆是无名 无名之相不理决心 非可坏非不可坏 这个先做一个简单的列说 说为什么我们破合和事面相续心以后 这样子就能够显现法身 那么这以下就解释了 说一切凡夫的生灭性啊 这种杂染的生灭性啊 都是由无名而隐身的 那么无名的相状啊 他虽然是颠倒相啊 但是他的本性呢 不理于决心 他的体性没有离开我们亲近的决心 所以我们面对无名的态度呢 是非可坏非不可坏 也就是说呢 他的体性是决心啊 所以你不能完全的断灭了 但是他的作用是颠倒的 所以非不可坏就是你应该就来破坏了 所以我们破坏的 或者说我们所转变的是无名的一个作用 但是我们保存了无名的体性 简单的讲是这个意思了 那么这种观念呢 当然是大乘的不恶法们 断灭不得 但是也随顺不得 那么这种观念啊 盛盛盛盛盛啊 这以下讲出一个批语 看第二段 如大海水应逢波动 水向风向不相舍离 而水肥动性 若逢止灭 动向则灭 私信不坏故 那么我们用日常生活容易理解的 这一个情况啊 来比况这种深奥的道理 说是大海水 那这个大海水呢 就比喻我们的一心真如 那么这个极境的一心真如呢 它因为有这个风 那么由这个风的因缘啊 就产生了波浪 就是一念的无名之风的妄动啊 就产生了这个波浪的一个个体生命 那么这个时候水向风向不相舍离 就是水的私信跟风所引生的波浪啊 它体性是不相舍离的 那么 而水肥动性 若风止灭 动向则灭 私信不坏故 那么当然这个水 这个水这个指的水指的是私信啊 私信它本身不是动 它本身是寂静的 所以只要这种扰动的风啊 停下来啊 这个波浪就消灭 波浪消灭的时候呢 这个私信就现起 这个法身就现起 这意思就是说啊 清静的法身 在无量节以后 无量节的过程的流转当中呢 我们一直被无名啊 牵着走 就是在这个十二阴言当中啊 不断的流转 由一念了颠倒的心 无名言行 就造业 造业以后就创造一个阿拉耶斯 阿拉耶斯这个德国报 就是这个十二阴言 虽然一次一次的启动啊 但是值得庆幸的是啊 私信不坏故 就是我们的清静本性 决定没有消失 这个在大圣佛法当中 你一定要生起一个坚定的信心 就是你有恢复本性的可能性 就是本性没有消失 本性从来没有被没有被掌握过 就是 虽然波浪已经早动很久 但是私信不坏 那么这是一个辟语啦 这以下合法 如是众生清静心 因无名风动 悉尼无名 既无形象 不相舍离 而心非动性 若无名灭 相续则灭 自信不坏故 那么我们的一念的清静心啊 那么因为这个无名 那么当然这个无名就疑痴了 我们不知道啊 老老实实地安住在清静的本体啊 那么向外的攀岩啊 就产生一个动 动向 那么这个动向呢 使命我们这个清静心跟无名 就合合在一起了 但是这两个都没有形象的了 所以呢 不相舍离 无名跟真主的本性是不相舍离 好 这个不相舍离啊 偶尼大师是注解的 注解的好 他说呢 离开的清静心没有无名 离开的无名 也没有清静心 就是 离开的水 你就没有所谓的波浪 离开的波浪 你也找不到水 就这个意思了 那么 而心非动性 那么在体性上来说呢 我们的心本身是 是极静的 他不是扰动的 所以只要这个扰动的无名啊 他的相续的功能被破坏以后呢 那么这个清静的智慧 所谓的法身就显现出来 这个 自静影像啊 前面的一段呢 他是偏重在一种否定门 你说破何何事灭向虚心 所以刚开始我们是一种调伏的 或者说是一种破坏的 一种法 来加以对峙 那么在第二段的事成呢 他是又加以肯定了 就是作用是可以破坏 但体性不能断灭 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修大圣佛法的时候要注意 就是说 你要经常的要 以忠道的思想 来检讨自己 就是说啊 我们刚开始在 刚刚我们刚开始出家 烦恼出众啊 可能会用比较极端的方式 来面对我们的心性 你打那么多妄想啊 我就让你不动 用佛号或者持咒 你烦恼一启动 我佛号也启动 就把你给挑拂住了 那么就是说呢 刚开始啊 我们是用 比较用出蒙的要来对峙这个 触重烦恼 这个是可以理解 所以刚开始呢 是破何何事灭向虚心 但是 你的烦恼慢慢淡薄以后啊 你应该对心性的态度啊 要有一个另外的角度 来观察你的心 就是 其实我们的心性啊 它不是一文不值的 就是你要想一想说是 自自我是未成之佛 诸佛是以成之佛 其体无别 所以我们刚开始是用否定的法 来调伏自己 那么后来用肯定的 就是我们这一念心 跟诸佛的心性 是没有差别的 我们这一念心呢 记住 体相用三大 如来这样 记住 无漏性功德顾 人生一切 世出世间 善因果顾 这个时候 我们刚开始 用调伏了以后呢 有重新的肯定 先大使一番 然后再大佛 所以这个 马鸣菩萨在说法 你看他这个老人家的这个智慧 他一开始先告诉你否定的法 那么在试成的时候呢 再重新的肯定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 在呵斥外道的无想定 外道的行者在禅定当中 他也能够知道 我们这一念心有很多很多的烦恼 而这些烦恼都是痛苦的根本 那么为了要调伏烦恼呢 就使令自己无想 那么无想的结果呢 的确让烦恼停止下来 但是也深深的伤害到我们的菩提本性 错损菩提 所以这个地方啊 就是说 我们在修自禁相的时候啊 马鸣菩萨是两段的开始 第一个呢 是否定法 破何何事面相虚心 那么第二个呢 告诉我们 就是无明的本性 其实本性就是自信清净心 因为自信清净心 并没有破坏 那么这就是我们从论文当中啊 你也就知道这个修行的一个 如何修行的一个消息 看五二 不思议业相 那么前面的自信相 是讲到这个自受用的功德 这一下讲到这个他受用 不思议业相者 而以以一致敬相 能作一切圣妙境界 所谓无量功德之相 常无断绝 随众生根 自然相应 种种而现 得利益故 那么这个不思议业相呢 是怎么产生的呢 以一致敬相故 就是 你要修不思议业相 这个地方很重要 你要以成就致敬相做基础 就是你要修大悲 你一定是先修清净心 好 那么 由这个清净心呢 那么依止这个大悲心啊 从空出甲 广色方便啊 那么变现种种的圣妙境界 这个圣妙境界包括了 色法 种种的美妙的颜色 乃至于种种的音声 乃至于种种的香味处的五成的圣妙境界 那么什么叫圣妙境界呢 简单的说呢 所谓无量功德之相常无断绝 就是显现种种的一暴正暴的功德庄严 那么这种功德庄严呢 在时间上 在空间上是没有断绝的 在时间上啊 是敬畏来计 在空间上呢 是在整个无量的世界 显现种种的一正庄严 那么这个一正庄严 当然不是自受用了 是他受用 干什么用呢 随众生跟自然相应 种种而现得利一股 那么这种一正庄严呢 会随顺众生的差别的善根 你会知道众生心中的希望 他的烦恼的厚薄是怎么回事 他过去所栽培的善根 他是持戒的善根强 或者禅定的善根强 或者智慧的善根强 应该如何来启动他的善根啊 你就很自然能够相应 那么显现他欢喜的相状 那么使令众生成就 欢喜身上破窝入理 四种稀谈的利益 这个就是所谓的不思义夜象 这个不思义夜象啊 简单的说啊 就是恒顺众生 恒顺众生啊 广色方便 就是说啊 这个我们在成就这个随兰本觉啊 他有两个次第 第一个次第是一种内观啊 就是你的心呢 刚开始是善知事默向外求 你是观照你这一念心啊 那么来所谓的破何何事灭相续性 一种自我的调伏 刚开始你的心啊 是完全向内观照啊 别人是怎么样子跟你完全没有关系的 那么慢慢的你的心清净调伏以后啊 你的心就是从内观开始外观 你就观察众生的差别的阴眼 这个时候可以广色方便啊 来度化众生 所以他的心是先内观再外观 当然你外观以后啊 你有自在力啊 就变现五成的境界 来射受众生 比如说 我们朔博世界啊 主要的是阴身 在五成当中呢 他是阴身啊 最能够感动我们的心 就是说啊 朔博世界的众生啊 你一开始啊 他烦恼出众啊 你要他来授戒啊 听经啊 他有困难的 你要让他唱唱炉香战啊 他炉香战一蹭下去啊 他内心呢 起欢喜心的 有欢喜心 生恭敬心啊 由恭敬心生起信心啊 就触动他过去的善根 善根以后呢 他就开始受伍界 听闻佛法 所以很多人都是唱炉香战啊 唱炉香战才相信佛法 就是说呢 说我们这一念心啊 那年经说有六根门头 有六根门 六根门 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一念心性 但是这六根门 耳根这个门 特别重要 就是 我们对于阴身的感觉啊 特别强烈 在五成当中 这个门啊 这个耳根这个门特别厉害 所以佛陀啊 就是恒顺众生 你比如说是 相机佛果 相机佛果的众生呢 他这个舌头 这个舌根特别厉害 他六根里面 舌根特别厉害 他修行有障碍 像佛陀 请求开示 佛陀二话不说 给他一碗饭 这一碗饭他吃下去啊 灭饿生善 你像天衣佛果 天衣佛果呢 他修行啊 有困难啊 佛陀给他一件衣服穿啊 他的皮肤跟衣服接触的时候 自然接生 练佛练法练生之心 所以说 度化众生啊 那你就应该要 站在对方的角度 就是你在智力的时候啊 你可以完全观照你自己的相貌 但是你度化众生 就是这个法是别人需要的 那你就应该横顺众生 就是依你合身得度 那么你就施设什么样的方便 那么这个地方 这样的一个相貌叫不失意厌相 就是从前面的一个清净的自受用 那么依此大背心呢 变现出种种的方便力 那么成就一种他受用的功德 那么这个叫做不失意厌相 这两个都是本觉的作用 本觉的作用 这叫随然本觉 好 我们看卯三 总显四种大义 前面的本觉呢 是一种作用 这个地方是讲到本觉的内在的体性 那么本觉内在体性呢 叫做性进本觉 这叫性进本觉 那么性进本觉呢 有四种的大义 这个大呢 这个大不是大小的大 是当殊胜讲 就是这个性进本觉 有四种殊胜的功能 叫做四种大义 这个标题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论文 副次决体相折 有四种大义 以希空等 犹如尽进 那么这个地方是先总标啦 说前面讲到随然本觉啦 是本觉跟始结智慧 合合以后 产生的一种 自利利他的功德 那么这个地方 讲到我们本性的 记足的性进本觉 那么他有四种的殊胜的功能 那么这四种功能呢 简单的说呢 以两种辟 第一个是希空 第二个是静静 好 那么 我们 下一堂课再说明 先休息十分钟